刘春华 给持位 我提供的岗位是这样啊 就是公关经理这么一个岗位 主要是和像蜻蜓FM啊 还有喜马拉雅等 就是分包这个合作 而且呢有需要的一些软文新闻 要推广和进行策划 那个我觉得你这个 悲天敏人的性格啊 又乐于助人 所以我给你一个 我们跟儿子会做的这个基金 去这个基金做这个基金的公关 做我们市场播的文案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对于户外达了那些采访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加起来 来 剩下的三盏灯当中 灭掉一盏留下两盏 不好意思 有请曾华 刘春华 谈钱不上感情 六千 六千 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底薪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是想问 为什么您会选择我 其实一上台的时候 我就想到选择你 只是我没想到 我的价码低了 刚才是埋没了你的个性的 我会认为你能够在工作中 会比今天的你更加出产 我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呢 你的悲天命人 我认为呢 就当聪明和善良相遇的时候呢 我选择善良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心思有没有超过六千呢 六千五 六千五 有没有超过六千五 七千 有没有超过七千呢 好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李淑玲说一下 为什么加到七千 不管怎么样 其实整体看下来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害怕寂寞又孤独 又没有自信的人 我希望你 因为我是做体育的 我希望体育可以让你更开朗 最重要的是让你更坚毅 我觉得你需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单起你这个家 为你妈妈撑起一遍天 来 你考虑十秒 是否愿意让李淑玲 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你的答案是 代替刘春华 是吧 我就知道是这事 有请刘春华黯然离场 有请李淑玲荣耀登场 思考十秒做出最后的选择 判动体育 斯凯乐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给两位女士 以及刘春华一个解释吧 判动体育其实也是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吧 现在的我还不太适合去到判动体育 那你把它换上来干嘛呢 以后可以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每个人群都用不同的名字了 你刚接受了我们几个 对吧 在这混进圈子了 然后你又把我们踢开 对吧 我觉得你能不能真诚地去跟别人交往呢 其实我比较想去的可能是花椒直播吧 那你为什么不选他呢 因为他没选我呀 那你怎么没透露呢 你怎么能跟他暧昧一下 其实说句实在话 在今天你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 给你的机会真的挺多的 面试的时间也挺长的 但你始终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真想要的 那就没有办法 生活就会错过 今天就是事实 如果你真想去花椒 你依然可以抬下去找花椒 没有问题 但请你以后说出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再见 好